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大师同学 他博士 我是研究生 对 我们都是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其实都是研究生 然后跟毛毛同学我们在一门课上 然后上了一学期 然后最后我们刚巧分到一个小组 然后还有跟我们另外一个同学刘姐 然后最好我们小组回报还不错 老师非常好 现在底气很足 而且我发现了你是不是在其他的作业里 我看你发那些朋友圈也应该都是很好的结果 什么给某个企业做了什么项目 我看好像评价也很高 对吧 我一般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那个项目的题目 我确实觉得很有意义要做 那我就会非常的投入energy 但是我觉得如果对方也是水水意思意思 那我也意思意思嘛 就大家听到没有 这位读研究生的同学 已经开始分分钟开始上了 就给大家上竿的 就是要学习要聪明的学习 就不要平均实力 上大学要学会写作业 不要这么讲 我这周还要教一篇论文呢 天呐 我还有篇论文没教呢 就是我说我们上那个课 你有没有先说说闲聊 就那个课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就咱们一起上的 这个叫设计文化研究 文小金老师的 还有汪丹老师一起上的 你是有什么最大的感触吗 再先聊点闲趴 我觉得最大的感触是 他真的让我去思考了一下 中国文化是什么 因为咱们其实一直都在说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要传承中国文化 那到底啥是中国文化呢 咱们自个儿都定义不清楚 那怎么能去弘扬或者传播呢 以前好像没有从这个角度 真正的去直面这个问题 而且设计经常是从西方来的 或者是这个词最早西方提出的 就是中国也有中国的 这么古老的设计 所以我觉得很难得 然后差不多一学期 我觉得这学期 我有一个特别奇怪的感觉 过得特别快 我就觉得我还没干啥 就已经结束了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 是这种感觉 还是我个人的错觉 是过得挺快的 但是有时候也挺蛮痛苦的 如果你作业很多的话 然后包括说 你肯定还要做一些 其他项目之类的 那你可能要熬夜要痛苦 思维共生 把这个毛毛同学请来 就是因为他跟我年龄 也差的也足够大 也是00后 卡在边上吧 00年代 我是千禧一代 真的是 厉害厉害 然后那这个作业有多难 因为我这学期有三门大课 我觉得就还好 只是作业比上学期 我觉得要复杂很多 也其实是有更有难度的 然后你这学期课很多吗 跟大家说说 你们的研究生阶段 其实我们研究生阶段 一共就是你修满32个学分 你打一个课 差不多两三个学分 你一共上16个课 然后你可以在两年之内 修完就行 但其实大家都会 越早修完越好 因为后面要涉及到 什么找工作 或者说做实习之类的东西 所以就给自己 其实现在这是研究生一年级 对 研一下 我毕业了现在 研一下毕业 然后马上开学是研二上 所以都会在研究生一年级 把32个学分修到20个 或者更多 还是怎么样 我修到28个了 还是30个 我的妈呀 你这 同学们 三年 两年半 三年 其实原定就是 一年半之内 让你把所有课修完 那你这也是 提前很高的完成任务 整个下来是要三年的 是吧 整个下来就只要一年半 它的课程就只有到一年半 然后往后让你做闭设的 但其实大家就是 不成文的规定啊 都会选择尽早把它修掉 因为后面的事谁说得准呢 对吧 是这样 所以说你的压力明显 比我听上去就大很多 课那么多 没有 咱们 咱们没有博士这么大的毕业压力的 对 博士毕业实在是 挺难的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上海交通大学 这个博士毕业 反正别的学院不知道 设计学院还是 毕业率不是那么高的啊 那竞争还是 不是竞争了 反正就是难度高啊 难度高 反正我听说好像是刚刚有人 答辩通过 可以毕业了 有一位大博士毕业 是咱们交互组的 哦 是吗 对 对我听说的答辩通过了 搞脑科学的 对 哦 天哪 那应该跟他交流一下啊 看看他的论文写的啥 没说我感兴趣 所以跟大家就分享 就我在读书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第二学期就在忙很多事情 我就没有在网上跟大家分享 我的什么博士生活乱七八糟的 但是我觉得收获还是特别多 真的是在读书为主啊 然后就遇到了咱们很多同学 就做了这个思维共生 其实就想跟大家碰撞一下啊 然后你说这个收获 这是一方面 那有没有什么咱们在 比如说做小组的情况下 因为咱俩包括跟刘姐 你们俩也几乎相仿嘛 对 他可能比你大一点点啊 是吧 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然后跟我这个组合怎么样 这是年龄差最大小组 其实咱们一开始是挺挺兴奋的 就是从来没有接触过 跟商差年龄这么大的人在一起合作 对对你们俩而言啊 对 因为大家平时都是同伴同学在一块做 然后或者说都是小姐妹之类的 但其实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其实的这个认知的维度 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对 像你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那堂课里面有五个博士生 然后被分到了最后五个小组里面啊 对 就没有让我们尽情结婚啊 让我们博士生在一起 也挺无聊的啊 但那几组啥情况 我还没有问他们 所以你们怎么 因为咱们那是因为本来就认识嘛 然后所以分组的时候 正好做得也尽 咱们就仨就一组吧 那当时怎么和想法 和后来合作下来 是什么感觉 从你的角度 我还从来没有跟你八卦过这事啊 其实我觉得整体就是很愉快的 因为咱这是属于 这是刘姐是那个 王老师的直系子弟 对吧 咱们属于是跟着她的大节奏走 那肯定是没错的 所以在方向上来说 咱们就肯定不会歪的 那只要方向定的话 其他事就是细化找证据 这个是属于比较轻松的事了 而且包括刘姐 我觉得她确实很专业 不愧是文老师的学生 文老师听到这里 如果要听这期节目的话 我们真是反复的肯定 我这特别是打教评的时候 打各种好评啊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配合 因为上学期的时候 小组作业有没有印象 我都没有印象 所以咱们这次合作 其实我是有印象的 其他可能有小组 我都 我们有小组 我想起来 但是跟这个不太一样 我们更多是线上 因为当时不是被困住吗 我对小组合作 我觉得我想达到最高目标 就是大家在一块舒服 然后还能把这事做成了就可以 就我真的很讨厌那种 什么组内CVR 或者又有人在那里潜水 装看不见 但是我目前来说 遇到的同学们 都还是很好的 对 我一年级上学期 上学期是跟博士同学 有小组 有做英语 所以还是什么 什么专业学术写作 那个我就明显的感觉到 就是我们上一学期受困 就是没有什么线下 像我们讨论的这样的机会 经常就腾讯会议 也是线上 小组作业也是线上 就也挺烦的 所以我就没有留下 什么深刻的印象 咱们这个至少在课上 一起上课 然后需要的话 就线下讨论 我觉得好像还 给我印象挺深的 感觉这应该是学习的样子 我还挺好奇的 就是你是第一次 跟00后一起合作写作业吗 你有什么感觉 对 这个是今天 咱们做这个节目的原因 就是刚才你还没有 完全直面回答我 你的这个感受 我先我先来讲 我先来讲 作为老同志 然后我因为是只有跟文老师 后来我们不是喝一次咖啡 对对对 也算小吐槽一下 说为什么现在 本科生 然后可能对小组作业 比较抗拒 这个上次咱们也聊过嘛 那我其实是没有任何概念的 而且但是我觉得 这是我的优势 就是我经常是 对很多事情不做预判 就是我不会带着 哎呀是不是我年纪很大了 我就应该怎么怎么样 我是不是应该承担更多 应该摆谱 还是应该像一个40多岁的 一个中年男性的样子 我问题是我脑中 其实从来没有这些 你确实打破了我对40多 中年男性的这个看法 真的 就我尽量告诉自己 我不要 一我不要预判 二我不要 展现出 我带着任何的预判 但至于我剩下的那个样子 就我呈现出了这个样子 到底是什么样 其实我是没有认知的 我是 但是我大概知道 可能其他跟我同龄的人 好像不是这样 但是刚好在这个环境当中 周三没有我什么大的年龄的人 连文老师都年纪比我小 对不对 对吧 所以说我没有参照 没有参照的意思的话 就是那我就自在做 我想呈现出来的样子 它是一个排除法 就是我知道我不想这样 我也知道我不想那样 然后就是我看到很多 跟我同龄相近的 40多岁的男性 可能很多是我觉得 在校园里面 反正我不想变成那样吧 然后最后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我不知道怎么说 对不对 就是个排除法 但我觉得你这有点反其道而行之了 就是他们40多岁是这样 然后你就反方向 往这走 然后你就去游 你就清爽 我不舒服 就是比如说话的方式 或者他们 特别是容易跟年轻的朋友在一起 年龄差的很大 是不是总是会突然觉得 你看你这个事不对 是吧 你得这么想 就一上去就变成那种 你知道吗 就是长辈 说教师跌位了 跌位那是更糟糕的一个层面 但有的人你总是禁不住 好像你是个长辈 然后你好像跟一个 什么所谓的晚辈 自然而然就开始了 对自然而然开始 我现在就先忘掉这个事情 我觉得其实的的确确 我在比如说跟刘姐 我们一起交流 你有你的功课背景 刘姐刘姐的 她的这个也是史论专业 偏文科 她应该跟我像偏文科 我觉得在你们的专业方向 好远都是比我擅长的 我至少这么多年 没有进学校 去搞这种 叫什么乱翻书 天天搞史论研究 搞课题 其实所以这方面 我觉得应该是抱着学习的心态 不管不只是对课上老师学习 我觉得咱们认识的同学 特别是博士生的 给我的印象更深 就是大家都在自己的领域里面 已经有所很长时间的积累了 哪怕是硬届上来的 硬届上来的博士 像你在折腾上 你万一你要读博 你可能不一定 万一读博 你也是这个领域 你很熟 你比一个我这样四十六岁来的学校 不知道为什么愿意 非要来读个博士的 你肯定比我更有优势 在某些专业上 但其实我们现在觉得 硬实力只是一个基础指标了 但是软实力才是 衡量你的上限的一个东西 就像咱说的木桐理论 然后你的软实力 就像是你最长版 现在拼长版了 所以说这就是我 感觉就是 我不抱着这种期待之后 我跟你们交流 我就会觉得 我就是一个同学 我其实别的没多想 确实 我就是我在心里 也不会把你想成 就是平时四十多岁 可能我们要喊叔叔 或者说大爷之类的 我靠真的 四十多岁就要叫叔叔了 四十多岁不叫叔叔吗 我现在都被人叫阿姨了 所以你就不能叫四十多岁 就叫叔叔了好吗 你看你都被人叫阿姨了 你应该这么想 没有没有 我能理解 我就是 哎呀 好吧 你说我跟你说 我被叫叔叔这个事 我都接受了很多年 才慢慢的接受 但现在为什么 我还不接受被人叫叔叔呢 可能是因为你太大了 对吧 我就觉得就还好 我就没有想到 我也因为可能 因为我没有去想 我如果想太多 就有问题 我觉得你要是 到这个高三高考完的 那一届学生的队里 他们见到你 肯定上面喊官叔叔 或者怎么样 或者说官老师 他们绝对不会 把你当成一个同龄人 来看待 我现在只能说 在咱交代 所有的水果店的老板 老师叫其他同学 同学这个三十五 老师你是二十六 为什么到我这就老师了 我想哎呀 我这张脸好吧 我也接受吧 那其实这也是一种 固化的思想 对 他们就会觉得 我肯定是老师 对 就是好比 他们总觉得应届生 是好哥的韭菜 我就说上一个事 我昨天真的很生气 我昨天从这个 从南京回上海嘛 然后晚上已经挺晚的了 然后那个司机师傅 有可能是看我们 从这个南京过来 火车站下车嘛 然后我们说 我们要去一个地方 我们也不知道 然后上来 我们应该说 我们要去一个什么 什么广场 去哪 具体是哪 我就不说了 然后那个 那个司机师傅 就特别不耐烦 说哪个广场呀 什么你们这个导航 导一导啊 然后我们要说 我们就说 你就往前走 我们看着导航呢 当时他下面就说 给你们说话 年轻人真累 天哪 然后我当时就很不爽 但是我忍住了 对 社会忍一下 因为避免在社会上 不必要的冲突 有的时候 该怼一怼也可以 但是后面 我忍不住了 就是后面 我们让他停车的时候 他没有停 他继续往前开 然后我们 开过了 对 开过了之后呢 然后他还怪我男朋友说 说你啊 你声音蚊子太 像蚊子一样小 然后我又忍不住了 我开始怼他了 你敢伤害我的男朋友 那倒没有 我们就很 很严肃的说 就是停车 然后把嗓门提高 但是你会明显感觉到 对方就是立刻 对你的态度 没有像刚才那么 对 压着你 这个 曲软趴硬 这个社会上的 一个不好的习惯 有的时候 所以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 这个度应该怎么把握嘛 因为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们有的时候 是要把自己武装起来呢 还是说先与人为善 然后 对吧 先先礼后兵 这个东西 我几次 我跟出的车司机发火 都是很多年前了 我这几年都没有了 所以说长得成熟 也不是坏事 当然了 他看我这 而且至少有一个习惯 我一到青岛 我一上出的车 会有不自然而然的 用青岛话 一到北京 那个北京枪 北京枪要 要多甩一点 就让他明白 咱就是 这个地方呢 不要跟我来那些 有的没的 现在都有导航了 你知道吗 他已经没有什么 像以前 这种宰客 什么的乱开 现在没法乱开 都有智能手机 但是有的时候 就是那些导航 靠不靠谱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看你这个还是 我觉得你这个 这个护男友之心 之急切 还是很 毅然一爆炸 其实我不是护他 因为我是觉得 对方是说 他说跟你们说话 真累 这个门 包含了你嘛 对 就是明显把我们觉得是 可能是从外地过来的 然后人身地不熟 然后还是小年轻 他可能这三样标签一加 他会立刻觉得 自己对这里很熟 或怎么样 但也可能 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想 可以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有点对年轻人 不是特别的尊重 对 所以说咱们这个合作 包括后来 你看我们也跟文老师 喝咖啡 就是我也想再回头再约他 应该请他录一期播客 只是不在思维共生上 我们可以聊聊 设计文化这个话题 或者演展开 所以就觉得 究竟我们这样还好 包括我们的老师 对我们也都 对吧 也比较交流起来 在学校这个氛围非常好 我其实 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明显的 第一堂课的时候 还说 怎么这个班里面 还有几位 不关系上的东西 他都没想到 这怎么 硕博一起上那门课 我觉得 他是临时调整 他是不是还说 什么难度要加 我也不知道 他加还是没加 反正 就对他好像也挺新鲜的 也没有这么教过 几十个人在里面的 所以从你的角度就还好 咱们这个 这个反差 没反差起来 我觉得是 跟你是真的很舒服 就是比如说 咱们那时候 在讨论的时候 有个词 我就老是不知道 怎么描述 然后你最后提出来 是对抗时间 就我只负责 把那个想比较大意思 给你讲述一下 然后你就能很精炼的 提出来 这个词是啥 但我觉得如果是 像我跟刘姐 我们就属于是 文化背景 我怎么样差不多 我们就可能 很难提炼到 对抗时间这个词 是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 这个是 其实这个词的提炼 算是一个精华点 对 我觉得可能是 只有跟你合作 才会有这样子的碰撞 对 我 不是 对了 我还大意不惨 没有了 给你挖了个小坑 对 对 不要什么乱 对 没有 就是我们 这是碰撞的意义 就是我知道哪些 自己可能 有些积累 但像有些大方向的东西 我觉得更多的 我本来就想听 年轻的同学 我觉得人家这个 有积累啊 看书可能比我 还更深入啊 我其实就是反馈 我就是给反应 我是比较擅长的 反正最后吧 咱这个合作就还挺好 老师也觉得比较 比较满意啊 然后就 反正这个 不比不知道啊 反正 不说其他组了 反正 原来我们这个做的还行 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反差 有没有其他的 不说做作业啊 就是你有没有通过 咱们这医学期的认识啊 包括刘洁 我们做小组作业 还有其实班里面 其他同学嘛 好像都比我年纪小嘛 我们在博士班里面 是有一个比我年纪还大的 是一个有30年中医经验的 一个大姐 我知道我知道 叫文宇涵 然后他刚给我寄了 寄了点水果过来 特别感谢他 所以就是你有没有 其他方面觉得这个 这两代人之间的差距 或者你有什么好奇的 然后我觉得可以 借这个节目 咱俩可以交流一下 我觉得好奇的是 我发现就是 大家年龄越大 说话就是越只留三分 然后说的越来越委婉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反差很大的地方 就可能咱们同一届 或者我跟同学之间聊 就关系好的 我还会说的比较直接一点 但是如果和关系 就是正常 就点头那种之交的话 我就会说话 变得非常的官方 让对方跳不出刺来 官方 但是和那我现在 你刚才又说的 年纪大的一点的 说的委婉的差别是什么 那更要注意了 哦 就是说 你所以说你的委婉 比官方更委婉一些 对 明白 就是完全是有可能 有点暗示 或者说让对方猜一猜 我想大家什么意思 就是他可能 问我一些什么 啊你对这个什么 什么看法 什么不大了 那我就开始打马虎眼过去 就很委婉 很那个的 就是你自己判断去吧 我也不能说什么 万一你说了之后 对吧 我也不知道你的人 人外圈 或者说社交圈 你再给我说过去了 哦 明白 你说日常当中 对 我觉得还好 我们交流就是日常少 我们在学习当中 好像我已经算比较直接的了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 我已经算很直接的了 但是我现在可能 也没有像以前 年轻的时候那么直接 这是肯定的 嗯 我觉得肯定 我以前说话都非常得罪人 我已经感受出来了 对 所以我就不能在很多体制内啊 或者说做一些比较 就是规范的圈子里面 我其实都不太适合 去太折腾了 因为我太太折腾了 有什么就想 就直说出来 有的时候 其实不太合适 现在是年纪大了 我觉得我已经克制很多了 也不是故意的克制 就是 就知道没有必要 自然而然了 有些话就 就 差不多就完了 但只是有时候 很生气的时候 我回去了 我前两天发一朋友圈 就是看到一个电影 我看了片头 我就很郁闷 我说这什么电影片头字幕 就是 就我发了一朋友圈 后来我为了 弄清楚这事 我又买张电影票 又确认了一下 就是 就是在别人 普通观众眼里面 你会觉得 我再莫名其妙 就是 一个片头字幕里面 导演 监制 编剧 演员 打主创字幕 只打了这几个 还有一些管理岗位 也不管他 行政监制 也不管他 还策划什么 也不管他 就是 其他的技术岗位 摄影 美术 录音 作曲 特效 都没有 我的一说 在我们行业的人看 我就这电影 什么情况 就是你要不片头 就都没有 所有的主创人员 字幕都在片尾上 要不然你就把这些 至少是技术部门 最重要的 那么几个岗位 就只有导演 编剧 监制 基本都是一个人 就那导演自己 加上几个主要演员 然后你答 这是怎么回事 但后来我多方打听 因为当事人 很多都认识 好像那意思 就是说片头字幕 好像有些不方便上的 摆不平的 干脆就好几个 就一起都不上了 那我说 那几个跟着都不上的 不停倒霉的 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 大家如果你不了解 电影行业 就是对主创的一个 极大的不尊重 对我刚才想说的 就是这样有点得罪人吧 非常非常得罪人 就是而且没有必要 你说他又得到了什么呢 对于不管是导演决策 还是说出品方 第一方 因为这个应该就是 比较导演 画权比较大的一个项目 毫无疑问 因为很多他自己都担任 包括摄影指导 据说也是他本人 他学摄影出身的 所以我并不是针对这个导演 我只是说 我作为一个从业者 现在退居二线 我看到这种事情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我都没有忍住 还是发了个朋友圈吐槽 我说这个事太得罪人了 对于普通观众根本不在乎 后来果不两人 有些人能评论 有些人不评论 我觉得其实是大家不好评论 因为谁知道 我跟那导演不认识 无所谓 那其他人没准谁互相认识 这种话你看 按照道理来说 其实如果我还在业内第一线 其实可能我也会忍住不讲 现在其实我无所谓了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这个事不对 我讲出来就是告诉大家 咱们是不是同行业 在做一线做片子的时候 咱应该规避一种情况 你哪怕有很好的理由 因为我问了那几个 没有上片头字幕的主创的人 他们都不知道 因为他们还没看 对吧 因为大家不会盯最后的拷贝 或者怎么样上映 因为大家会觉得这是个常识 哪怕你再去问 他们的合同怎么签的 合同上可能的确 可能就会有说 字幕怎么数 是有假方决定的 片方决定的 但是即使你有这个权利 如果你这么去 滥用这个权利的话 其实你是伤害的 这样的合作关系 所以我问到几个当事人 他们都很震惊 他们还拒绝了 怎么是这样 反正你看 我的说我的性格 其实还是非常直接 我就会说出来 你还是比较静机性的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合适 我觉得我最后的落脚点 我没有骂任何人 我说这个事非常不合适 不能这么干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 就是如果解决不了问题 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就我现在可能会被那个 当成被解决的那个人 是吗 反正这是我的性格 我觉得我该讲 我还是要讲 如果业内的课能 如果业内的某些同学 或者说相关的工作人员 如果提出来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这可能也不太清楚 所以你看咱俩 因为不是聊这个个性的问题吗 所以这是你认识的 年纪更大一点 说话会越来越委婉 对 因为是真的害怕 就是你说错了某一句 或怎么样 立马就被人针对下来了 就是现在这个针对 还是很那个啥的 就是很有危机感 还是怎么讲 这个词就是 就大家开始越来越害怕 说错话了 然后包括就是你说了之前 咱们聊的那个 为什么大学生 就是越来越沉默 就是因为 第一我说了你 没有任何的反馈 第二就是我说了 我畅所欲言的说了 但是你 这不是你想要的答案 然后你就会反过来的解决 说这个话的人 照你这么说 你看咱们课上好像 我是回答了几次问题 还有其他人没有什么回答问题 但是我觉得在交大这里 还是非常好的 这我真的要为交大点赞 我觉得在这里 就是老师跟学生 还是非常其乐融融地进行一些交流的 对 不论是日常还是什么 但是其实 我有看一些B站的阿婆主 然后他们有分享自己的 这个本科学校 可能就是 就是官僚器稍微重一点的话 通常都是可能会 可能会解决 那个提出问题的人 这样 那你自己 这边一年嘛 已经一年级毕业了 你交大你觉得最大的 因为你咱俩一样 之前都不是交大 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这里正把学生当人呐 你以前的学校怎么得罪 没有 我之前的学校也很好 但是我在这里就 确实感觉到了 真的是以学生为重的感觉 但之前可能 我之前的学校可能是 211或者其他的一些学校 或者说我也看到 其他的一些 阿婆主有分享 可能不是这个个例吧 他们也会觉得 自己的学校是 行政啊 或者说层级比较严格的 对 然后老师和学生之间 也不是比较平等的关系 当然我们也不说什么平等 我觉得这不太现实 本来就是有社会地位差距 对 所以就是说 在这个环境里 在这个学校圈子里 你能把我当人 当学生真正平等的对待 我就觉得非常感激了 是的 是 哇 其实我 这方面都没有太多 想没来得及顾得上 我觉得更多的 就跟大家日常的上课 体育课 课外活动 偶尔有些饭局 其实也不是很多 我觉得我还是这方面 接触的少 所以我希望 同播客的方式 跟大家多聊 要不然其实我 好不容易来趟这个大学 我是想尽可能多体验 其实这也是说明 就是大家年轻人 虽然说我们可能 没有这么多社会阅历 但我们心里 也是有一感秤的 就是也请大家 不要把我们这些 年轻人当韭菜 我们心里是有衬的 学校听了 压力很大 但是还好 我在交代 我至少待了 不仅仅是学校 就是有时候可能 比如说你去外面 去买东西啊 租房啊 或者这会很正常 就是你买东西 如果你是外地人 他可能也会有一点 稍微搁你一点 韭菜的意思 对我知道 你最近是在租房嘛 是的 说说你的租房 这个有什么 新的租房的角度 的新的发现吗 还是新的感触吗 我新的租房 因为我是个女生嘛 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 我想这个地方 一定要是安全 然后在安全基础上 我希望她可能就是 装修的稍微好一点 不要是老婆小那种 然后可能再往上 就是通勤 最好是 要么是有搬车 要么就是有地铁 对 然后价格呢 肯定就是 不要让我贴钱上班 所以这个怎么样 现在因为跟住宿舍不一样 现在搬出去住这段时间 因为刚刚开始 自己住房 是的 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真爽啊 就不用听着另外一个人 打呼噜睡觉了 没有 我的寿友都很好 但是你 你就是 我是独居嘛 就相当于那个空间 玩安全是属于你的 你不用担心 就是你的寿友 有时候他会进来 那你本科没有 我本科也没有 这是你人生第一次住房 是的 那你突然让我想到了 我人生第一次住房 应该也是大学 本科 本科有过 因为我那时候去 要考研究生 我就出去 在中国音乐学院附近 租了一个小区 特别也是跟人合租 对 我还不是跟你 还不是单局 那时候因为图便宜嘛 然后 对 我其实 那是我最早的租房记忆 大概是23年前 2000年 还是2001年 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这次能单家 然后自己住 依次拥有 在家里面 跟在家里面 自己有一个自己的房间 是不一样的 那肯定是完全不一样 父母都不在 对 父母都不在 但是你就是会涉及到 就是你晚上 如果听到外面有异动 你会立马睁眼 然后仔细听外面的动静 还是这个安全感的问题 还是这个问题 是的 就是如果你独居的话 是非常有这感觉的 可能是这只针对于女生 我不清楚男生怎么样 没有记忆 应该就是没不想这些问题 对 当然我心大 就是 这就是男女的差别 我觉得你看这个方面 还是 其实有 有不对等的地方在 女生这个东西的确是要 关注更多吧 那会有什么样的措施吗 你会 什么样的措施 预防的措施 比如说 给自己多多按个什么锁 什么的这种 会有吗 但其实我还是没按锁 因为我感觉住了一段时间下来 我发现那一层住的 基本上都是我的同事 那行 那还挺好的 而且关键不是你说 楼下有保安什么的 对 我那个住的是酒店式公寓 还不是像正常的住宅小区 所以安保还是比那个要好一点的 那就好很多 所以这个 出来住会对你的生活 日常 更住的学校 生活习惯是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生活习惯是 是你要开始考虑 这个钱 它怎么样可以过完一个月 怎么马上就变成 那么现实的话题 就是在学校的时候 其实消费 像你说 你之前分享过 你大概一个月 其实都能预判得到的 吃饭花多少钱 可能娱乐消费 买衣服 相对而言是 是能够计算的出来的 然后你现在出来租房 是不是就 这个计算模式就发生了变化 还是计算公式就发生了变化 计算模式的话 首先你得去掉这个房租的钱 房租可能是一个支出的大头 对 然后还加上这个水电费 那其他 对 还有水电费 网费吗 网费 网费是包的 我那开空调也不要钱 这大上海 现在这么热 听着就很开心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你会考虑到 这个日常这个买水果啊 买菜啊 然后你还要去购置这些 勾碗瓢盆啊 虽然说我不怎么做饭啊 但是你肯定要是有一点的 就你会考虑说把那个 比如说十几瓶 或者是二十瓶的小单间 怎么把它布置 稍微有点 人生活的气息在 这是我觉得和宿舍 不太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之前的宿舍 就包括我现在 我的宿舍都是 偏极间主义一点 对我就觉得那个 就有书 基本上就学习的 桌上还有很多化妆品 然后就这个是就 可以理解成 这是人生第一次 出来自己独立生活 是的 独立居住吧 是的 这对你来说 卖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实际上 你有没有这个意识到 其实就是 我觉得我这个人 很奇怪一点 就是我可能在这方面 仪式感比较低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 它发生了 它又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我不会特别去想 啊这是我租房的地点 啊这是我什么 破合的第二十三年 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 对 但这个也有好处了 但是这样你自然就过渡过去 对是的 然后你有没有 其实跟你同学交流 或者说其他人 自己出去租房 就会 我觉得听上去还是很顺利啊 嗯是的 他们其他同学 有什么出去租房 遇到什么不顺 还是怎么样 这个是不是还是比较常见 你这个还是比较幸运 我这我觉得应该是 属于幸运的个例了 但他们因为我的 住的地方也比较偏嘛 在家庭那边 但是有很多同学 他们可能要住在许家会 或者静安这边 他们首先要考虑 就是钱的问题 因为在许家会那边 可能起步 最起码一个老婆 都要三千往上了 天哪 对 而且肯定是合租 嗯 肯定不是那么干净利落的 哦 对 你这个自己独立的洗手间 什么都很干净 对 都很干净 但其实我觉得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可能考虑的问题 就更现实一点 他们要考虑 真正的水电费 因为我夏天嘛 空调去了 所以我的电费 基本上就忽略不计了 对啊 对 那这样的话就没什么电费了 然后包括他们可能 有的同学 住的还比较远 因为你如果比如说 因为许家会那边 可能会有很多的单位 但是如果你真住在 许家会旁边 你那个钱肯定是 开放不了你的生活的 所以你就要再往外住 住个 比如说住个几站地铁啊 或者说 直接通勤拉满 一个小时起步 哇 好吧 就敏航校区啊 敏大黄我们都懂啊 我们 你来市区是吧 此刻咱们距离 咱们还在静安 现在是静安区 黄埔区 我也不知道搞笑 可能是黄埔 这是静安 这是静安是吧 然后对吧 在恒龙广场这块 然后去距离 敏大黄这也挺远的 所以说 这个你租房的之后 是不是就自然而然的 就开始 感觉要真正的 为未来迈向 生活 结束学生时代 去做准备 是不是就开始 脑子里面就 切身地感受到 我以后要赚多少钱 这个钱怎么花 然后这个怎么分配 好像就比在学校里面 感觉通过租房 它是迈进社会现实 又多迈了一步 确实 你会感觉 确实人生感觉到了 进了一个新的 小里程的感觉 对吧 虽然说我之前 也有实习过 但是之前是线上的 没有这次来的 这么真实 实现线上的 因为当时疫情 没办法 明白 而且我们那天不算 我就在我看 那天不算 什么线上 11次怎么回事 真的我就觉得 线上上课 都不太像上课一样 那这次就 是不是就明显不一样 是不一样 而且特别巧的是 就是我那一层 不是说了有很多同事吗 然后有时候 大家一起等班车的时候 路上才能唠唠 最好笑的是我们那天端午 就是最后前一天 然后大家都早早下班了 下班之后 大家都开始在这个车上 就开始自然然就聊起来 从你也住这 到聊成 你老家在哪 你在哪上学 然后最后我们三人 都互相加了微信 那还行 这其实蛮重要的 街坊邻居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格子间 大家住楼里面 已经没有了 当年我小时候 就是也住楼房 但是大家晚上乘凉的时候 都是大家坐在院子里面 大家都日常聊天 邻居和邻居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很近 我觉得这是跟那个计划 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 我算经历了那个年代 就是80年代 一直到90年代 你看我小时候玩 上小学幼儿园什么 经常邻居帮你照看孩子 给邻居互相送过什么东西 也互相 我们叫煤池子 北方还要做行煤 不一样 那你们的邻居是亲戚吗 还是说就是 不是 完全不是 就是老邻居互相都特熟 而且邻居那时候 都是什么到推门又进 邻居都是这样 那你家就是我家的感觉了 对 差不多 就是大家那个 我旁边就是 反正我小时候 我觉得80年代 是非常凸显的 90年代或许开始有些变化 但是我们的同班同学 小学同学 中中同学 其实到家里 都是推门就进 后来有电话了 会去之前打电话 以前没有电话 没有电话 就是去了就找 为什么推门就进 我没法提前告诉你 你们家 我们家没有电话 这有点像 我们现在住宿舍的感觉 就是有时候 我去留姐宿舍 或者说我 推门就进了 还是会敲门一下了 对 但就是那个意思 就是那个意思 所以说现在你们这样 其实也是邻居 其实本来是可以这样的 大家就是要互相知根知底 然后你会住着更踏着 你会有那个community 感觉你要什么 你为什么会半夜醒来 会担心 因为你不知道旁边住的是谁 如果你那层楼 每个人住的是谁 你半夜醒来 你一听你脚步声 你知道那是谁谁谁 又开始起夜了 是吧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次是不是 反而让你觉得 跟之前在学校里面 去献上世界 或者认识社会 这个反而通过租房 是直接跟社会 因为工作 就直接融合到一起 必须融合到一起 我觉得租房来说 其实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钱的事 因为所有说 这个房子 它可能只是一个商品 或怎么样 最后所有的价码 都还是以钱为基础的 那其实对硬件生 或者实习生来说 可能最在乎的 就是这个地方 现在你觉得 这个观念 因为你的同龄人 都在读书 研究生一年 第二年级 即将再步入社会 会有的早一点 步入社会 社会实验早一点 你能感觉到 大家彼此 对于这个观念 是 目前是不是 还是比如家庭决定 还是说 因为现在目前 如果都还没有真正 去社会上打拼 所以对钱的感受 是不是主要是 来自于家庭的影响 我觉得可能 还有一部分 是时代影响的 就是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个 算是搞笑的一个消息吧 就是说 就是求姻缘的 那个店前 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求财神的 那个寺庙面前 所有人常跪不起 尤其是年轻人 真的是常跪不起 如果呼应了 上期我们的节目 就大家都现在说 你想以后想干什么 就只想做个 就是做个富婆 或者说 找个富婆姐姐 就姐姐我不想努力了 就这种台词对吧 对真的很多 就包括我和我男性同学 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也会说 我想找个富婆姐姐 好吧 这个 就说明 其实现在经济压力 确实对你现在来说 还是蛮大的 对 我就想表达这个经济压力 当然它很多是实打实的 那有一些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 大家怎么去想 就是怎么凭空的 或者说人造出来的 一个关键吧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 大脑生发出来的 哪些压力是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 卸掉一部分 并不是真的要 其实我觉得 年轻人对钱的压力 可能有这几个维度 第一个就是 你自己的对钱的标准 第二个就是 你的家庭状况 第三个就是 你现在的人生状态 比如说我有同学 他可能要考虑 和他的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进行订婚 那可能他对 在钱上的考虑 是要比我们这种 还没到那个层级 要考虑了更多 更现实的 然后再加上一点 可能就是 他的家庭里面的 亲戚朋友 在属于一个社会上的 什么样的角色 可能也会影响到 他找工作 因为找工作 他的类别 就直接影响到 你的公司的钱 我是选择 这个996 还是WLB 是吧 所以可能就是 这几点加一块 然后再加上 这个个人兴趣爱好 有些兴趣爱好 很烧钱的 那他肯定就是 得再多证点 因为你刚才说 就是求姻缘的 都大家不去拜了 然后都在拜 这个求财神 就是目前这是一个 整体的 就叫什么价值转移 是吧 如果说姻缘 美好的爱情 婚姻 或者两性关系 它有点 理想主义 但至少赚钱 这个事情 是非常现实层面的 就是大家 你从你的角度来说 钱到手 我觉得是实打实的 但是感情这个事 可能还是有点虚 你现在在谈恋爱的 反正这个 你还是有话可讲的 就是你要实的 要虚的 你是两手抓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就是钱在自己 而且就是 尤其我们现在是 出的应戒生 我可以勉强算一个 应戒生 对 然后其实应戒 是你有这个钱 或者说这是你 出去独立的一个资本吧 或者说适合你的家庭 在证明说 我有可以独立生活的 这个资本 或者说有这个能力 然后说可以让他们放心 或者说请他们 不要过多的来介入 你觉得最大的压力 来自于什么 比如说具象化的 比如说我是要买房呢 还是租房呢 还是我要结婚花钱 就是我想把 刚才你说的年轻人 对于赚钱 他欲望很强 是因为有很大的压力 然后推导一下 那个压力具象的是什么 从你的角度 和身边朋友同学聊最多的 从这个 你的这个年纪的阶段 大家会把它具象化聊 还是发现 其实没聊到那么具体 大家可能没有聊到这么具体 但大家统一想的都是 我想要就是以后 可以财富自由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看财富自由 这个事也是会说到的 我们经常会说 赚钱这个事 财富自由也会经常说到 是吧 对 然后就是我有听说 就是我有深圳那边的朋友 他们也会说 他们在一起下午茶 就聊怎么搞钱 别的啥也不聊 深圳我能理解了 那深圳在这个城市 在上海也差不多 上海 你要说在我老家 那可能聊的 可能就不是这个了 反正就是在一起吹吹牛 怎么搞钱 那不是 我其实怎么搞钱 那是个方法的问题 那是一个话题 但我今天其实 我好奇 因为咱们这个思维共生 我就好奇说 现在比如说 比如年轻20岁 年轻的朋友们 他们那么想搞钱的背后的动力 到底哪一些 它具象化 它是被什么催着 是整个社会外在的 还是一些实在的具体的压力 还是有一些我们想象出来的 无形当中 大家彼此施予了对方的压力 或者我们扛住了一些 无形的一些压力 它哪些是可以规避的 哪些其实无奈的 我其实我好奇的是这个点 因为我就怕什么呢 就是因为都是词嘛 比如压力很大 我想赚钱 我到底赚多少钱 压力到底多大 压力从哪里来 因为现在这个年纪 我们应该 不同的家庭背景 这个我是接受的 就你出生 这个你改变不了吗 你爸妈 你爸妈条件家里面 或者他的爸妈 对吧 是吧 祖上的是农村户口 成熟户口 还是当官 还是台二代 对啊 还是各种二代 富二代 随便这个我们就不去那么去 我们只是泛泛的讲 都有压力 那这个压力 它肯定有共性 你们之间也聊 是不是 你会觉得大家 不会去往 往去再深挖一步 或者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到底需要多少钱 或者应该怎么去赚 还是说 大家就选择一个 我那天看三连生活周刊 刚发了一篇文章 说好像大家年轻人 都追求一个 好像不一定存在的一个东西 或者像英素一样 说叫平稳 不累的工作 安稳不累的工作 说吧 就是能躺 真的是卷累了 我的意思说 你看这不是不是很矛盾 又想赚很多钱 其实又大家又喊着要躺 这难道这两个不打架吗 这不矛盾 我先好好赚钱 然后我就躺了呀 我管你是谁呢 反正我又不找你要钱 就是对 所以在躺之前 还是愿意努力去拼的 那没办法 那没有躺的资本呀 所以就说 大家其实 赚钱是为了躺 现在 或许 我觉得 我觉得我身边的同学 只要都是这样子 大家都想开了 就是我也 就是你像互联网赚这么多钱 我怎么样 就是可以 短期的 先挣一笔 这个你可以去到下一个层级 或者说下一个领域的一个 起始资金 然后因为我这个起始资金赚够了 我才相当于我有入场券 有入场券之后 那我进去再怎么玩 就是下一个阶段的事 所以就跟我们刚才说 为什么大家要挣 要挣一部分钱 然后去躺 也是一样的道理 当然还有一种选择 就可能直接去考公务员 直接开躺 考上了就可以躺了 不是 公务员现在是 大家公认的是 直接考上去开躺的这种感觉 是吗 我觉得这个躺 不是说你真的就 啥也不干 但肯定还是要为人民服务那种 就是我的同学 他们去国企 就说会觉得 觉得心里安稳 就是稳定 不会 就是比如说明天就裁了呀 或怎么样 对 因为我问这个问题 就是 容易稳定 对 像刚才说的那个词是容易 我后来发现我看了三联生活周刊那篇文章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认真回想了一下 我可能因为专业原因 因为拍电影其实都挺难的 就是你要不是有强烈的热爱 你干嘛考一个这样的一个 很难就业的一个专业的院校 所以我在想 我就从来没想过 此时此刻我也是 我没有想过 我选择的所有的生活的方向 和具体的事情 建立的目标 都是建立在容易和稳定 我全都是反面 很难 高度不确定性 它在吸引我 我发现这是性格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家庭 也有一定的关系 就可能你那个年代的家里 普遍都还是大差不差 大少个都是工人家庭 但是其实我们在00后 这一届开始 就大家家庭之间的差异 就已经很明显 它会直接影响到 小朋友们的这个选择就业 或者说你在进入大学 那个专业上 您看到的就是我们设计学 真的有很多 就是家里面条件 比较好的同学在上 然后会 你说的是 如果家里条件 不太好的学生 如果 他可能会选择一些 比较切实的 可就业的专业去学 就像我之前的专业 就是工科学 工科学就是好就业 好就业 大家表示 你有一份 经济收入 可以支撑你 刚迈入社会的 第一份小生活 所以说就是 能来读这种 不好就业的专业 其实跟国外学生也一样 你读艺术 读艺术真的很烧钱 读历史 最近话题不是说新闻学 大家不要去读新闻 我看好多人在讨论 因为张雪峰这事 还被各种低死什么的 就说读新闻传播学 没有用 这个不是今天讨论的话题 就是说 你其实真正的 觉得可能是时代的变化 大家 因为我关心的是 三连生活周刊 他总结了 那篇文章 你可以在专业上 就是昨天发的 就是他说 大学生普遍的 他们共性 总结出来的 就相对容易和稳定的工作 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我想表达的说 这为什么就 就到了这一步 难道我们不都是要 讲创造 然后迎难而上 这是 是时代 发生了变化 因为我们清醒了 或者说我们要创造 这东西 其实后来发现 它就是一个饼 你知道吗 这是个假命题 或者说 其实你也是搞研究的 对啊 我可能也是学说嘛 咱们也知道 就是创新 你很难创到 真的说 就是特别厉害的创新 明白 你稍微意思意思 或怎么样 咱们都是说创新 那可能很多时候 就这个修士词 明白 我现在可以 从这个角度说 我身上某种程度上 还就是残存着 当年的那种 你还有浪漫的信息在 我觉得 时代痕迹 就时代痕迹 就是那种 就是要 就精神力量 你看我后来 为什么刚巧 我能够在 极限耐力运动里面 去发挥一些 自己的性格特质 身体的一些 擅长的体能优势 和意志力 包括精神力 得以拓展 我觉得也是 跟那个年代给我的 就是说 这事是很难 跑100公里 一开始都会觉得 不可想象 后来跑到330公里 我跑完100公里了 我也觉得跑330 也是不可想象的 你看 那现在如果你都 没有经历过100公里 你更觉得 330公里 跟我没关系 对不对 但是再到后来 我又跑了866公里 我就不能再往上跑 我后来发现 不能再长 我就要去跑PCT 就美国三四千公里 那个纵穿美国的 那条线 我的意义是说 这个我一直会觉得 听上去不可能 不是阻碍我不去做 它的理由 我从来都是这样的 你看我现在 不是环球翻船赛 我也完成了 我以前怎么会想象 我可以一个人航行 不是一个人 跟一个船队 跨洋去体验 这种环球翻船赛 四万多海里 我居然时隔了三年 中间停了两年 最后我不也完成了 而且我还拿了总冠军 这都之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所以我用这种正循环 反复地告诉自己 取决于我做不做这些事情 不是说它有多大的可能性 而是我内心的愿望 内心对它的理解 内心愿意有多大的驱动力 去深度地了解它 跟自己的契合性 只要有一点点 我觉得跟我是可以关联上的 我就值得去尝试 前提是我真的很想干这事 就是如果是完全不可 比如说你让我现在去火星 我觉得这事跟我有点远 几十年之后或许可以 没准我大脑过去了 意识过去了 或者戴VR眼镜我们体验 没准也算吧 你要让我肉身去火星 我觉得这归伊隆马斯克 带领 咱们等等马斯克 马斯克带领一小部分人类 就先踏过去 我都觉得我加入不进去 那个远征军 但前提是 如果给我一张船票 是单程的 回不来了 我就以我的性格 我肯定去 我可以现在去想这个事 我肯定去 我不想回地球 我觉得我们这一届 可能就缺少了 你这样的一点冲动 我把这个真的归结于冲动 因为我们这一届 可能就大家都 就是看了很多事情 就是现在这个时代 但我是持续的冲动 我也冲动了很多 我冲动到四十年 这也是种能力 叫持续的冲动 咱就叫冲动 就叫持续的可冲动性 我觉得咱们这一届 可能就普遍的 没什么太大的冲动性 但没什么冲动性 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为 它变得没那么 学生们没那么有生机了 所以我这个上也得提 我刚才说 就是咱们 咱们只代表 咱们个人的观察 我代表不了70后 说实话 我也代表不了00后 咱们就代表自己 因为都是很个体性的 我身边 当然我的同龄人里面 他们都很忙 其实这个年纪 四十多岁 男性 女性也一样 上有老下有小 其实很多时候 你有结婚 房贷 车贷 车贷无所谓 主要是房贷 孩子 对吧 这些 就是我的点 就经常被人 就比较吐槽 就是经常合理化解释 就是我没有房贷 没有资产 所以没有房贷 没有房子 没有孩子 老人呢 现在我爸妈身体还挺好 还不到我那种 要照顾 我还没到 咱以后可能会 这个我跟我姐的 要面对的事情 所以刚好给了我 这个时间段 让我可以像你说的 自由的去冲动 这是一个 非常理想的状态 就是他不可持续 他不可持续 后面肯定会遇到 我的问题 我心里做好了 这个心理准备 其实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 这个我好像在发疯 或者没有 但是我之所以 这么表达 就是 你是告诉我 其实你知道 你接触的 比如说2000年的 前后的同学们 他们 大家想的 都很实际的问题 没有那种疯狂的 不叫理想主义 我就叫疯狂一点的 我觉得当你的 就是短期之内 有很多个 一定要去完成的事 要去完成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 那么多的精力 才去想 我想要去 向往的事情了 因为我那天 好像转发的是 谁说的 贾成科导演说的 但是这话 我没有核实过 他是不是真说过 但是我看 是媒体有引用 说贾成科说 中国现在这个时代 需要一些彪悍的人 我也觉得 缺少 我们就需要彪悍的人 我们有点习惯于沉默 而且习惯于有一点 过于问两贡前让 问两贡前让是特别好的 中华传统的美德 但是如果你过于的温和温顺 这是别人来攻击的一个方式了 我觉得 反正 我想 我其实是 我觉得我是部分的来读博士 回到学校园里面 我觉得我时候都得到了 就是能跟大家 这样碰撞去交流 唯一的只是可能 就是如果不坐下来交流很多东西 我从表面上 我是不一定能感受到 像你说的这些东西 因为跟同学走很多都是泛泛之交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 你很清楚知道 你真的想去做这个事 说明你心里是有方向 有目标的 但其实像咱们很多人 说实话 如果来这个路怎么走 完全都没想好呢 就是他还是处于一个迷惑期 所以那天我跟刘泡泡同学 不是聊那个恋爱 他不说要先了解自己 再去恋爱吗 但是我其实 当然肯定是他的意见 我也看到评论区 其实有些想法 跟我蛮接近的 就是因为我不了解恋爱 我自己也没有看清楚自己 所以我做的所有的一切的选择 包括恋爱 包括你去租房 你去兼职 工作 所有的一切 就是了解自我的过程 是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无法去找到一个 排一个先后顺序 我人生这 还有下半辈子可活 我也不知道最后 我会走向哪里 会不会再结婚 离婚这么多年 会不会老来得罪有孩子 会不会真正的又 建立起一段 自己的还算比较向往 期待一段亲密关系 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不能要建立在 我要先如何如何 比如说我要 我要先有一套房子 不然的话我就 女方什么什么的 我没有 我现在已经完全 不受这些规训 我完全不打理 你这样一说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 就咱们现在年轻人 压力这么大 可能也是给自己 设限比较多 就是我要先 有什么什么东西 我要有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要 挣这么那么多钱 但是等我有了 这个东西之后 我要开闪 我要下一个东西 就怕是你有了 那么多东西之后 你早就忘了 你真正想要什么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变化太多了 所以我们无法去 推演一个 那么多变量 长达几年以上 为单位的 比如说你现在 二十多岁 你想说我三十岁 你想不了你三十多岁 对我现在也就 不怎么做长期计划 因为我觉得太空了 除非是那种 非常的精英教育 就是可能 比如说在你这个年纪 从小身边的父母 都是很厉害的人 他们社会经验很丰富 然后耳赌木染 我身边真的有大学同学 他比如是温州 我记得是月清 就这种非常会做生意的家庭 就是企业家 包括你看现在的企业家 像王兴 他爸爸也是做生意的 很多这种创业的创始人 都是因为家里面 从小耳赌木染 就看到家里的父辈母亲 或者怎么样去经营一个生意 他们哪怕是学的别的专业 最后等他们真正成长 他们要突然某一刻 他们决定要经商的时候 或者创业的时候 他们很多东西是过往的那些 怎么跟人打交道 怎么去思考 它是一直是有积累的 确实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但是大部分人 其实都要我们从零去学习 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说 想要去选择这个躺 或者说稳定了工作 还涉及到一个东西 就是试错成本 就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它可能会对我之后的生活有影响 就比如说我可能突然被裁了 但是我这段时间 可能被没有多少的财富积累 但是我选择比较稳定的工作之后 那我的试错 或者说我被裁 这个可能性很小 那我对我今后的生活的风险程度 就会降低 对 你说这个呢 就像我身边遇到很多 我们越野跑 我们有一波 他们没事就来跑步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除了像我这种生活当中 遇到一些挫折 我们是把这个当成一个精神的 心理压力的出口 还有一类呢 他们就是朝九晚五 他们都是一个体面的 一个体制内的工作 是的 他们四点下班 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去 好幸福 八小时以外建立自己的兴趣爱好 所以我是这两者都是可以的 我以前呢 是这样 理解不了 另外因为我其实一直不在体制内 我一直是自由的去 跑单班 后来创业公司也做的不太好 上班我一三年之后 也基本就没再去打过工了 因为后来是创业公司 跟打工还是不太一样 也相对自由 所以我后来也接受 就是年轻人 其实如果你刚才聊的 前提是建立在 你只要八小时以外 能充分的利用起来 我觉得完全OK 就是你有一个job 就是你的工作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去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 未来每种某一刻 你能够让自己有了建立 自己的职业规划 和找到自己的职业方向 这也是我们躺的一个原因 但是更高层面的 你遵循自己内心的calling 可能是你的使命 比如occupation 我最近那天不是 我发的那朋友圈 其实是最近那个女性作者 她说的 你是你天命 天职 她称之为天职 occupation和职业 profession和对应的工作 jobs jobs就是无关情绪爱好 不喜欢你 就是为了换钱 不用动脑子 也不用走心 什么的 然后profession 其实就是你的 用自己的擅长 可以谋生 然后靠这个能赚到钱 但天职就是 赚不赚钱不是第一位 这是你内心追随 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必须得做 钱多钱少都是它 所以它是人生不同的阶段 我其实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自己反思了一下 就是我因为太喜欢电影了 就读了电影学院 然后就一直干电影十几年 一直到毕业 后来越野跑 做创业公司 推广公司 户外运动装备 我发现全都是 在profession和occupation之间横跳 来回切换 我就没有 几乎我想象不出 我能够做 纯粹的工作 这个时间段 我好像没有 我的老同事 电影公司的老同事 他就说 你在博纳那段时间 难道不算jobs吗 我说 恰恰相反 我认为那段时间 是最不算的 为什么呢 2005年到07年 我在这家电影公司 给老板做助理 一个月工资就3000块钱 在那个年代 这3000块钱 可能中不中高不高 反正不能算高 你要是多么低呢 我那时候房租1000多块钱 就一半用去租房了 也是跟人合租的 也只能做个合租 在三环里吧 就我记得在三元桥附近 我想说的就是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能有这个工作 是我自己自建去的 毛髓自建去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我学习最重要 我真的没有考虑 那个老板给我多少钱 我也去啊 所以我想说的是 我跟那个老同事说 那段恰恰是最不算jobs 你要生活在现代 你可能会是那个 主动交钱上班的那一拨人 现在还有这种人是吗 有真的 甚至还成了一种体系 主动交钱上班 就是现在上班 不是你要去实习 或找工作室的公司 给我们钱吗 但现在有一部分 尤其是可能是在金融领域 我有听说过 或者说小红霜 也有刷帖看到过 是你就要去交一笔钱 然后你才可以去到 这个公司上班 这是正经公司吗 正经公司啊 因为那个公司可能比较好 我才这公司怎么靠 招实习生赚钱是吗 不是 他可能看不上 谁生这点钱 但是你想进去的前提 就是你要交钱进来 有个承诺金 第二 你有这个相关的 比如说你是做金融的 那你肯定就要问你 父母家里面 是不是搞这行的 能不能直接拉客户进来 所以现在其实 大家其实考虑的 就是用人单位考虑 就是你拿过来 我招你进来 你能不能干事 立马产生这个经济效益 或者说生产价值 所以说已经不再是 过去如此纯粹的 可以让你去学东西的年代 现在是你要有这个能力 你才可以去match 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时代 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这点说的好厉害 就我没想到 那就倒逼学生 在读书学校阶段里面 就要 如果知道自己要去什么方向 就要对这个方向 市场当下的情况 有一定了解 反推自己现在 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 去迎接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说大家想要稳定 或者说大家清醒现实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 我们不这么做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 没有这样的机会 或者说我们就像是 在活在梦里一样 但我活在梦里 最后的结果 可能就是我 竹兰大学一场空 所以这个 那大学里面 教这些东西吗 大学现在 其实我觉得大学 是在避开这一部分 它只是在教你一些 课程相关的东西 你说避开是 它主动避开 其实它想不避开 它也没得教 我可能要说点 稍微细力一点的话 我不知道能不能 那个正常的说出来 就比如说咱们现在 每一个阶段 其实都有这个 职业生涯教育课 但是就我 本科到我在交大 甚至在交大 我听到的职业生涯教育课 我觉得都非常的浅 我承认就是 这个职业教育 肯定是 或者职业咨询 肯定是一对一有效 但是其实我们是 真的想听一些 切实的建议 就或者为什么说 张绝峰老师这么火 或者就是因为他说话 我们可以说比较实在 比较直接 能听到我想听的话 而不是说书本上 那些理论和空话 我觉得这是 就是大学和现实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对 所以有些学院老师 就会请一些社会上 那些专家来做讲座 讲讲现在就业 或者说真正的一线的 这个专业领域里面 年轻人对他的素质要求 到底是什么 哪怕怎么写周报 哪怕怎么做PPT 对吧 这哪怕你 怎么就写一个会议记录 这都是非常技术的工作 你要让我说 你如果是咱们交代 有传媒学员 如果有老师请我去的话 我就告诉你们 去文化公司 你们去公司 我以前带年轻人 或者怎么样的 就是我们必须要过得关 你这个都写不了 我也很头痛 最后你可能11期不到 我们就只要砍掉了 那没有办法 那真的你都基本不达标 所以这个东西 要大家知道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 就是为啥 可能就是因为学校 没有这方面相关的教育 所以我们说 大学生眼里有清澈的愚蠢 就是完全是 象牙塔的生活嘛 对吧 青春的愚蠢 清澈的愚蠢 清澈的愚蠢 而且这个梗 是在抖音上火的 就是有一个大眼特效 就是一眼就分辨出来 哪个是职场人 哪个是大学生 只有大学生在里面 这个眼神 就是像小狗一样 那种 清澈的愚蠢 对 真的你可以回去搜一下 你这个词突然 让我想到我一个朋友 对我的评价 说我是训练有素的纯真 确实 有那么点味 就是我第一次 啥 就是 就是你是傻不喝喝的 但是就是 在你心里都有数 我是这么跟你讲 我说我只能这么理解你 什么叫训练有素的纯真 就是 我是经历了很多那些破烂事 黑的白的 灰的 其实大家都以为 世界黑和白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不是这样的 这个很简单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黑的和白的 可能只占的比例极小极小 比如各占2% 确实 剩下96% 全是不同程度的灰 我们实际上在一片混沌 和这才是经历到一定的生活阅历 和在这个行业里面 你扎根要足够深 然后每一个岗位都做了一遍 然后什么糟粮破事 你都经历过 被教训过 都吃过亏 然后你都活过来 而且还能继续做下去之后 这个灰度很大的 就是我说的有点夸张 就是2%有点夸张 没事10%甚至2% 这都每个行业不一样 但是我想表达 就是那个训练有素的 纯真 就训练有素指的 就是经历了这一切 那你说的是一个勇敢的人 然后之后 我可以放下这一切 我只想去做 我认为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 都排序往后了 才可以达到 他说的那种效果 那我那朋友就问 那个东西是什么 我也没想到他会问 我就想了一两秒钟 就是我希望能够创造价值 做我个人认为 我把自己的生活 真实的去生活之后 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不管是我的经历 还是我的学习 我都希望他能够创造价值 比如读书 就是创造价值 读博士肯定是 拓展知识的边界 创造一些新的一些内容 但这个是最终极的要求 那生活方式 我刚才说极限耐力运动 我做过 我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在我木制索记身边的朋友 做过的也不多 那他的体验 他的分享 那我的感受 认知的边界 感受的边界都拓展 我也想分享出 这可能也是创造 所以我觉得 你要问我是什么 我就那就去奔着这个去吧 所以训练有素的纯真 和轻车的愚蠢 我觉得真是一个完美的搭配 你刚才说这些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 就是为什么 就是有报告 是真实的报告 说现在中国的青少年的抑郁率 真的已经非常高了 然后包括抑郁也在年轻化 其实我突然想到 就是大家可能确实是 需要一些出口 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训练有素的纯真 就是我得先把这些回 都经历过 所以我才能去看得开 但是你在学校里面 其实很难接触到 这些不同程度的回 或者不用那么残酷 就是你至少 要让他接触社会嘛 现在好像都被切断了 对 是的 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说 就我之前跟刘姐 出去买咖啡 我们都会觉得 在学校里面 就像是童话世界 但是外面的世界 就是买咖啡 怎么能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是去那个 叫什么 林浩湾那边买的 然后怎么了 跟学校里面怎么了 就不一样吗 对 外面的世界 就是在修路 全是灰蒙蒙的 但是校园里面 就是有蓝天草地 就是有红砖 像城堡一样的教学楼 所以 是这个意思 我还以为咖啡价格不一样 还黑你了 没有没有 连锁店怎么可能 不是 所以说 你自己觉得 从视觉上 因为我的确 设计学院的新大楼 就更加夸张 更明显 一个独立的 新的城堡就起来了 而且里面也很漂亮 除了最近甲醛味 还有点 必须要吐槽它一下 那没事 它会好的 所以这就是你 我们学校 包括校园都被封闭起来 是吧 上次也说过 你但是大家接触社会 就是社会 你先拿人等事不进来 你是安全了 然后你跟这个社会 也更加隔绝了 然后这个道理就特别像 很多女生 不是经常说过吗 从小不让我早恋 然后突然到20多岁 突然就开始 给我忙着相亲 你们早干嘛 那恋爱 那转身我就会了什么 就这个 这是有矛盾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我们真的 多加一点过度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阶段 允许让其他的这个维度 涌入到学校里来 有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为什么说 就是大家很想要 摆脱学生气 或者说摆脱这个清澈于顺 就是我们想要看上去 不再像一张白纸一样 我们真的是很希望 立体一点的 希望自己的人生丰满一点 所以 但是学校其实很难 有这样的体验 包括你就算我 搞这个什么比赛 或者说项目这些 那其实他还是 在学校这个圈子里 他是不和社会人士 进行交往的 包括我的一个老师 他会说他现在都是 不做校企合作项目 因为他觉得太简单了 不做什么项目 校企合作项目 校企合作项目 他觉得太简单了 他就直接企业 像这样真实的 有业务真实 复杂逻辑的项目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 每一个学生 或者大学的阶段 是应该锻炼 这样的能力的 而不是说我们只是 在那里卷一卷 那些无谓的东西 是 所以就回到你开头说 那个就是 要学会写作业 就是哪些作业 应该认真做 哪些不用那么认真 你看这是你已经有了 一定的基础判断之上 不会那么的平均分配 所有的体能 对每一个要教的作业 哪怕具体的作业 这个事上 但其实也不是 因为我当时要保研 保研的要求就是 你一定要拿高纪点 才有这个保研的名格 所以我对于每一门课 我都要去投入 比较多的精力 那是本科的时候 是的 现在研究生就还好 现在就无所谓了 现在读研究生 大家在追求纪点 是为了什么 现在大家我觉得 真的不追求纪点 研究生大家都已经想开了 就是你已经过了保研 或者说考研那个门槛 没有保博什么的 这个我还真不了解 反正就说 研究生硕士 也没有什么 卷GPA的动力 实际上 大家在这里 就包括我们设计学班里 大家会默认的 读研究生 就是要为以后的路 做铺垫 做考虑 而不是说 因为你去研究生的路 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去研究生 路只有一个 你就先把基点搞搞好 然后你再去刷 刷什么项目 实习 或者说科研 这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一直在 通关通关通关 然后达到要求 达到要求达到要求 然后我们就是 永不停歇的发条 所以我们为什么 会看到很多的 这个自媒体 或者说 为什么多亚人 活得这么累 就像我们是一个 捏紧了的发条 一直在转 是 我刚才中午 朋友吃饭都是 说为什么不得慢一点 这也没有办法 所以就是 或者说 就是当你的世界 只能看到这些维度的时候 你就只能走这样的路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想要摆脱学生去 或者说让一些真实的东西 涌入到学校里 或者说你去 可以有机会 有通道 去接触到外面 它是帮你 丰富你的维度 你就不用在这个圈里 去卷这个圈里的规则了 就是你可以奋斗 但是不要过于狭窄和自闭 或者说自我封闭 我觉得是看来 视野和社会阅历 或者社会 别叫阅历 就经历吧 只在学校里面是不行的 是的 这是毫无疑问 你看从你的角度 是这样 反正我回学校 因为我是另外一种视角 我就回到学很开心 傻开心傻开心的 但可能还是那个 清澈的愚蠢 你看我也 学校里确实简单一点 对 当然我到底是清澈的愚蠢 还是什么 训练有素的纯真 反正 听上去都不像什么好词 对 但是好像是从 清澈的愚蠢 过渡到 训练有素的纯真 就是我就觉得 学校就挺好的 然后 而且 好像那些不好的 也跟我没啥关系 因为 因为我也卷不到 你也知道 我其实拿不拿 这个毕业证 我觉得我会很享受 不管是四年六年 据说最多能到八年 对吧 万一我要申请休学两年 我就举这个例子 最长你可以一直待 我就待出去待着 反正我来 就是来读书的 研究点课题 就所谓的叫做点学问 如果这个生活允许 我继续读下去 那我就读下去 甚至我说 如果最后 不管是几年 我最后没有毕业 弄了个结业 甚至我的反应是什么 反正今天感觉挺好的 反正也该自己 该赚钱赚钱 那不行我换一个大学 找另外一个大学的老师 要不再读一个博士 但不行读博士 可能有换一个 我想读的专业 硕士都行 我甚至想过 我想读一个专科 就是医学的专科 因为后面如果想学 运动康复领域 你没有医学背景 你都报不了 它的硕士相关的一些program 我可能想去国外学 或者那些学 我就后来 我不行就一直 通过自己赚点 随便方式赚点钱 然后赚的钱 就用你去不停的去学习吧 把我感兴趣的领域 都学一遍 这是我 如果是一个人生活的话 很自由的情况下 这没准是我在运动之余的 生活安排 就一直这么下去了 你这生活 可能是中国绝大的多数人 非常羡慕的一个状态 就是不求什么特别大的成就 但求身体健康和精神稳定 你看我的稳定是精神稳定 我的精神比较稳定 我觉得 这个就是 这个 我也在追求稳定 就是我觉得上一代人 可能还是属于一个 比较循规蹈矩的状态 比如说要生孩子 结婚啊 要不买房 但其实我们这一代 就是像刚才说了 大家都比较清醒 想开了 所以我可能也不需要再做 把人生上一代 要求的事都给做掉 就比如说我们这一代 不太需要结婚 或者说 非常女性 非常抗拒生孩子 然后再加上 我们可能也不太需要 再去买房了 因为我们已经充分地 意识到买房是一个 让我一辈子当上了 房奴 对 让我当上了 stame的一种事情 还有一种就是 也有房案 父母那个房案 不也最后会给你吗 对吧 也 事实上说 但是你可能并不会 跟父母住在一个城市啊 对 如果你不在一个城市的话 那就相当于 你还是要 就看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如果说 你如果在这个城市 没有一套自己的房产 可能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会影响到一系列 其他的问题 可能还好 但我猜啊 就是可能这个 以前如果有些绑定的东西 以后应该越来越放松 就是让大家 就是不要把精力 都放在这块 因为这个社会 就没有活力了 之前是当时 因为房地产 是支柱性经济的 这样的一个地位 所以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现在国家不也在调整吗 希望能未来 能让大家更多的 现在已经开始这样了 关注到个人的发展 但我发现了一个 欣喜的现象 我可能房价要涨 但是我可能租金要涨 是吗 对 就是比如说像 子杰他们大厂 他们周围的房租 都是比较高的 如果你这段时间 想来的人 想来实习的人多吗 比如说暑假 或者说春朝秋朝 那段时间租金 一定是非常贵的 但是随着目前 这个大厂 可能有点裁员的地下 然后那段杭州那块的房价 已经就租房的房价 已经开始下跌了 租房也下跌了 对 就是其实房子这个东西 就只要你有这个诉求 它就是商品嘛 你有诉求 然后人多 供应不求 它就会涨 但现在因为国家在管控房价 但是租金 其实是没有被管 没有被管掉 对 国家现在在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 长租房啊 和的项目 就这个事情 我觉得聊到最后啊 我真的觉得 就是如何让年轻人 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 就是这个是个老词啊 就是我那个年代的词 但解放思想 其实现在翻译过来 就是说 如何能让一些 去有一些积极的压力 我们在一些压力 肾上腺素以上的一紧张 我们是能够发挥的更好 但是不能长期 出于压力之下 我们的皮质唇 不停地分泌 这个人的压健康的状态 就垮掉了 所以我觉得解放思想 其实是为了能够 肩负着该肩负的一部分的 能够产生积极的 这种的压力和紧迫感 但是把一些 长期的负面的这种 没必要去背负 那些东西 或者说我们都是 人生是成长的过程 边走边看 我刚才也说了 很少的精英的精英 他们是从小就规划 自己的成长路线 但对不起 我一直承认的是 你先看看自己 是不是要往那方面 但现在家长就会自己认为 我们是那样的 所以说从幼儿园 小学 就国际学校还是怎么 走高考还是不走高考 还是出国留学 他从小就开始那么安排 我觉得现在本来 这是一个相对少数的选择 但是现在他变得越来越 被大家都这么认同 不然他会觉得孩子没有出路 但是到底孩子该怎么成长 年轻人该怎么去 自由一点的长大 创造力怎么去 这个我现在也没有完全想清楚 但是我觉得直到有一天 可能我自己有孩子了 我自己建议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 已经想清楚了 我们这一代人生不生孩子的 一个很大的条件 就是我又没有钱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这一代 都处于是父母的经济 并不是如此充足的情况下 把我们生了下来 所以我们的这个成长路径 或者说可供选择的方向 是比较有限的 但是如果我们这一届 生孩子的话 可能就是我已经有足够强 我的孩子如果他学习不好 我可以让他去走艺术 或者是去走这个运动 或者说去学其他的 而不是说让他仅仅局限在 这个就是考试的学科上 因为人生它确实 不仅仅是靠书本知识 我没有说是写艺术 或者说写运动不好 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一种 对那个更难 卷出来更难 所以就是我们想清楚了 一个事就是我有钱 然后我能让孩子 有这个东西去选择 然后包括现在其实 我其实还蛮担心 为了这小朋友的教育情况 因为现在国家是有这个 要求这个高考率 或者说中考率 要分流了 对 所以那其实 普通中产家庭的孩子 他是不是要被更卷一点呢 然后那些精英的小朋友 是不是得要更稳住 自己精英的这个想法呢 对 我现在都一想去分流这事 我就不明白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希望可以越来越好吧 希望我们的维度 可以更多一点 然后让小朋友们 或者说我们年轻的 正在成长的小花朵们 不要再局限于在这一种 因为我们都不想看到抑郁症的概率这么高 对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是阳光开朗 大男孩大女孩 都充满着那种 不用不要清澈的愚蠢 离我们远一点 也可以保留的时间 你该长还是该短不短 这个你要自己判断 到底是这种什么样的清澈的愚蠢 我倒是觉得 你要应该能不能混沌的聪明 不要清澈的愚蠢 对吧 然后或者说能不能像我训练有素的纯真 我觉得这个就太远了 太远了训练有素纯真这个事 我觉得是我朋友对我的一个调侃 他说我这是对你的公伟 我说好 那就算公伟吧 大家这个青春的年代 像你们称00后 我觉得应该体验尽可能多了解 更多真实的社会的样子 反正这就是一个小期待 就目前来看你都发现了 你已经开始一脚迈入社会了 就马上就有自己的判断和感知了 我希望你刚才说的这些 都能让大家形成更多的共鸣 反正这个节目 我们经常就跟年轻的朋友聊天 垃圾杂吧说了好多 那就今天就先到这 好的 还要再来 因为我还有跟别人 跟毛毛同学一起录的节目 希望大家在思维共识上 期待更多我们跟毛毛的对话 好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雅迪老师 好的 我们下期节目 朋友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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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